哈喽大家好 欢迎走进王哥在越南的精彩世界 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应许努力 这些天我依然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很多人喷我 侮辱我 对我进行各种人身攻击还有谩骂 为什么 因为包哥的流毒 很深很深 这些人是包哥精神食粮的受众群体 这种低俗的精神食粮 是这些低俗的人的精神支柱 我们想一想 一个粮仓轰然倒塌 粮仓里面的老鼠自然会上窜下跳 所以这股流毒没有肃清 那么我们的战斗就没有结束 我们要继续战斗 加油 包哥他 他一开始就威胁我嘛 我们在河内的时候 他威胁我很凶的 那时候我有点害怕 因为在外面 我怕我跟儿子受到伤害 之前包哥没去 我转了很多钱给他 知道吧 然后那些钱我转给他了 我不提 然后你给我事没有办好 主要是包哥一开始威胁我 说要把我儿子放到网上去 把我儿子的名气弄臭了 你对孩子有影响什么的 威胁我 他说 不同的世界 处于社会的不同阶层 会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当你听到阿陈母子 在越南的首都河内 受到各种威胁 恐吓 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的时候 那种绝望 是每一个心地善良的人 能够感同身受的 如果是你的妻子 你的儿子 在国外受到这样的惊吓 那么我相信你 也一定会立即飞过来 跟他战斗到底的 对于那些 因为这件事情而喷我 骂我 侮辱我的人 你们的人格 是受包哥流毒 毒害最深的群体 我继续战斗 就是想挽救你们 挽救你们的灵魂 支持老王的那些心地善良的粉丝 给老王点一个 长长的战 吃瓜的同时 也给我点一个关注 包哥始终是说 我在蹭他的粉丝 还有包哥的流毒 也说我在蹭他的粉丝 我明确地告诉你们 我要那些三观不正的人 这些粉丝没有任何价值 只要我自己的努力 赚来的那些善良的人的关注 我打包20天 涨了6000粉丝 平均每天涨300 这是我正常的流量 只要我坚持每天更新 流量就是一天300 没有蹭你任何的流量 而且给包哥带去了很多的流量 是不是 但是你的人设已经崩塌 你要流量已经没有用了 再说你今天的低俗剧 流量已经越来越少了 因为你的低俗剧 营养已经越来越少了 没有人在看你了 你的低俗表演 打不了我的脸 只能打你自己的脸 只能自觉坟墓 死鸭子嘴硬 你继续演下去 继续卖你的丑 很多人会为你的丑而买单的 看你的笑话 看你还能演多久 你加油 今天换了新衣服 是不是 其实大乐那个地方 不用每天换衣服了 因为那个地方很冷 你可以三天换一次 没有问题的 这场打包的战役 我们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 但是包哥的流毒 依然横行 前方的路任中而道远 我们要继续坚持 继续加油 继续努力 继续对网络这种不良现象 这种毒流 去战斗到底 继续打包 因为包哥对阿诚母子的诈骗 是人生永远的污点 这个你必须要面对 抓紧时间 把你诈骗阿诚母子的钱 退回去 好吗 也希望包哥能够早日回归 你人生的正常状态 最后跟包哥的铁杆粉丝说 低俗 只会坑害你自己 也会坑害你的下一代 不要继续执迷不悟了 包哥那些精神失良 要靠你自己正确的人生观 价值观 靠你努力去创造财富 你有了钱 你到哪里 你都受尊重 但是那些低俗的食粮 只会让你沉迷 让你越先运深 对你的成长 或者对你下一代的成长 都是不利的 包哥那个29分11秒的 毁三观的言论 还没有播放完毕 下面我再播放五分钟 完整版到阿印在越南的作品里面去找 我在广西把赵艾亚也带着带了十万多粉丝 胖子又联系露露 你听懂吗 这些消息呢 我讲给你听 你听懂我意思吧 谁告诉我 这有一个人越南人忠诚的告诉我的 别人不会告诉你的 你知道吧 嗯嗯嗯 你也知道是谁告诉我的 你知道吧 嗯 开宝啊 啊对 他里面所有露露跟莉莉同化的录音什么 都会开宝会 嗯嗯嗯嗯 这说明露露也不在一个道场 你这样 这样把我包个冷静的店拍 你再把 发到网上 再公布中国人 这个店 说明你这一到的也没有啊 嗯嗯嗯 对不对啊 他们我感觉他们思思想 他们思想 他们思想的文章 和咱们中国人的思想不一样 他就感觉这个东西没啥 他们总是感觉没啥 知道吧 没有什么对吧 对 他们的中文中心思想 我感觉他们越南人的中心思想 就是感觉没啥 他根本就不了解网络 他就感觉都是朋友 然后当初的文章 我介绍你 我让他给你找人的时候 也是 对吧 然后呢 他又 他又和九哥他妈认识那么长时间 九哥跟他单独联系 他也想着都是朋友 没有那么多事 然后这个事情的话 我私下我跟他说一下的 嗯 我跟他说一下 对吧 包括玩就是以前 以前他给你找 你如果这样跟他找 你看你跟丽丽这样拍 你不通过我去 以前 以前丽丽 鲁鲁那个是什么 鲁鲁那个人吧 他是喜欢交朋友的一个人 你也能看得出来 你看玩当初 当初你也没跟我联系 然后呢 你没跟我说你拍视频 那个是 但是你感觉我挺忙 你自己也就联系鲁鲁鲁鲁鲁就帮你找 他就属于那种热情场的人 你知道吗 他心他倒不是坏人 都是身边的朋友 他没有想到 这个互联网这么复杂 知道吧 没有想到的 你一个互联网 中国你拍了一个服装店 你一拍出去 人家都 我以前在里面演习的事情 他不懂 他不懂 你听懂我意思吧 鲁鲁不懂 我说鲁鲁他不懂 不懂这个中国互联网 全部告诉这个王哥 你知道吧 嗯 他不懂这个互联网 他不懂这个互联网 平常鲁鲁我叫他做翻译 我也不会少他的 对吧 也是给150万到 还还给他一点小费 人民币100 200的 都不提搬他的 你听懂我意思吗 嗯 这次我回来找他 他正好他告诉我 本来也想发誓 跟我说叫他做翻译 他也告诉我 什么 S7号小通 过生了 没时间 我讲也没关系 开口帮我在越南也造的 这个翻译 你听懂我意思吗 嗯 对吧 我想如果你有空 我还是帮你挣钱的 包括不仅是答应 是我 我们是朋友 我外来 别人不看也看你面子上 把鲁鲁赚的钱也很正常 你说对不对 反正我这个事我不知道 包哥 反正你那天给我发信息 我才问他们 我才知道这个事情 但是呢 那个平台我又不熟悉 又不熟悉那个平台的规则 然后呢 你你感觉在这个平台 机会什么 引起什么波浪了 其实我也挺着急的 知道吧 都是身边的朋友 我也是左右为难 知道吗 关键是录录这个人吧 你也知道 他当初你找他的话 他也直接给你找人 我都不知道 对吧 那九哥 然后联系他 我也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 我也没有管他那么多 我没有时间去管他那么多 你帮我带过去吃饭的时候 就这个九哥不是送酒来的吗 对呀 都是我身边的朋友 我们还见过面 你听懂我意思吧 对吧 都是我身边的朋友 他他估计他都不知道 玩刚开始 鲁鲁找的人 是莉莉 然后你拍过的吧 好像那个王哥 应该看过你的视频 他知道 九哥都不知道 刚开始 王哥的话 他也是 我问他们了 然后他们说玩的时间没有短 他们没有说真正的去懂这个平台 去像你这么专业的 然后去整这些东西 他们都是后面带玩的 就是下玩的那种 下玩我知道 但是这个事情 我再也通知一下 你如果 莉莉如果 曾东跟九哥拍了 我就停掉 他也不一定能搞上去 你听懂我意思吧 但是如果大家可以的话 我们等到我到越南 大家坐在台上 大家吃个饭 把人家的 对吧 以前的仇恨 我们都不要去 都不要记 对吧 恩怨忘记仇 对吧 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 对对不 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 对对对 对对对 对对 你懂